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的大Room tour 一下我們在德國的家 然後首先這邊是落城區的部分 先進來的右手邊有一個櫃子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行李箱 上面也可以堆一些雜物 然後我們的垃圾可能就會放在這邊 鞋子擺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外套 然後這邊有一個超級喜歡的一個櫃子 是朋友送我們的一個歐洲二手家具 用這個鑰匙打開 外面可以放一些雜物 然後我們的帽子啊 出門可能用的香水都放在這裡 還有從台灣帶來回來的口罩 也放在這裡 右手邊是我們的浴室 他們的浴室 因為歐洲其實算蠻乾燥的 所以他們沒有很追求 浴室一定要靠窗 然後跟台灣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是這個地板是沒有排水孔的 所以你不能把它弄得濕搭搭的 不然這樣真的也會很難乾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暖爐 因為他們這邊冬天很冷 所以如果你開這個的話就會很舒服 然後也可以順便量一些毛巾啊 什麼的 OK 然後這邊就是浴室的部分 然後走進來 就是我們生活主要的空間啦 這個房子大概是13坪左右 然後它有一個區別是 它沒有隔出書房跟睡覺的地方 所以我們自己就用這個櫃子 把它做一個區隔 這邊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吃飯跟工作的地方 然後一開始租這個房子的時候 什麼家具都沒有 所以包括這個沙發 衣櫥 然後連床架還有這個書櫃 都是朋友送給我們的 超級好的 然後這個桌子跟四張椅子 就是我們跟一個台灣人買的二手家具 我們自己也買了很多植物來布置家裡 然後德國人 我來這邊之後才知道他們非常喜歡買植物 所以我們自己也學會很多 怎麼種這些照顧這些植物 像這個秦葉蓉是我們 照顧最好的一棵 然後這也是我們昨天剛來的 買回來才知道它還是吃紫花 所以它春天還是夏天的時候可能會開花 OK 再來就是我的作品牆 帽子 包包 現在這個包包有四個顏色 這是我的最愛 然後這是今天 剛出爐熱騰騰的水舞包 OK 好 然後還有一個很讚的地方 就是這個陽台 這個陽台我們平常 照顧植物 弄植物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區域 像日葵 現在是冬天 像日葵進來開花 然後我們所在位置是德國的五樓 算是台灣的六樓 所以視野很好 完全沒有 無洞去的 視野非常好 沒有被遮蔽 然後夏天的時候 或者是出大太陽的時候 我們會搬椅子出來這邊曬太陽 今天還有一個很讚的就是我們 會把啤酒 冰在這邊 尤其是冬天 所以這個方向外面 你拿進來喝是冰的 上天有朋友來我們家 我們就先把啤酒冰在外面 對 OK 所以這是一個陽台的另外一個特殊的功能 冰箱 然後這個方位是西邊 所以算是西曬我覺得很讚 因為那個陽光可以曬進來 然後下午我們這邊就會有光影 很漂亮 最後就是廚房的部分啦 廚房也很扯 剛進來的時候只有這個 水槽跟爐子 爐子是有烤箱的 所以西曬不錯 然後 我們 進來之後這個木板 吊櫃 除下櫃 洗碗機 還有冰箱 都是Mark給我們的 對 感謝Mark 然後 那個上面就是我們放一些 洋蔥阿 蒜頭阿 雞蛋的地方 這個下午都也很漂亮 因為 然後會這樣曬進來 然後 德國人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喜歡把洗衣機擺在廚房 一開始我覺得很不習慣 我不喜歡洗衣機在廚房 但沒辦法 因為水管就是在這裡 然後 這是我們新來的 Bush的洗衣機 很讚 啊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一進來的時候 然後連 就是燈罩跟燈泡都沒有 它就是吹一條電線下來這樣 所以我們自己去買IKEA買燈泡 買雙 還有燈罩 這個是最便宜的款式 好 那今天的Room Tour 就到這邊啦 掰掰 我們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